做會最快 其實特別注意 我們可以把年的部分選舉起來 包含什麼呢 上面欄位名稱也選起來 那建議用上面公式裡面有個什麼呢 從選舉範圍建立 建立什麼 建立一個名稱範圍 名稱範圍指的就是說 將來我給它一個名稱叫年 它就自動對應到哪裡 底下這個清單 這個就是一個名稱範圍 OK 那特別注意我用什麼 從選舉範圍建立的好處 你按一下這個之後上面有個頂端列 頂端列指的什麼 就是它的名稱 自動會怎麼樣呢 加一個名稱叫年 底下的範圍自動偵測出來了 所以我按一下確定之後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在名稱管理裡面就多一個年 這個年指的是什麼呢 序則1裡面的A2到A22 那如果說將來你要把它應用在什麼呢 當然月也可以了 月把它選舉起來 然後再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打勾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名稱管理裡面的也會多個月 月是對應到B2到B13 按確定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改成剛剛那個位置的話 你可以再到資料裡面什麼 資料驗證 那來源特別注意哦 直接按一個F3 F3就是什麼呢 你的名稱範圍就出來了 所以以後哦 你只要這個範圍 你只要定義好之後 按F3通通出來了 所以我很喜歡就是說 如果我常用的名範圍的話 我就定義好嘛 那以後的話 我不管說它放哪個工作表 不然有的時候 有時候放這裡 有時候放這裡 放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那不好找對不對 所以以後如果你名稱 定義好之後 按F3 記得是F3 它就跳出一個清單出來 那你就看到 哎我要黏 你就把黏給它 按確定 它就自動怎麼樣呢 去找黏的那個名稱 下面那個範圍 就是對應的 OK 就這樣子按確定 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底下去 哎 這個名稱範圍就出來了 那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選它 也是一樣 資料驗證 那再按F3 先把這裡面的資料清掉 F3 然後再把月給它 按確定 這樣就可以了 月 就OK了 不過 這個方式 之外 我常用的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因為畢竟你還要怎麼把資料放在這邊 然後呢 還要再接定一個名稱範圍